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这哥们喝了 确实是现在事不太好办被挤的的 因为被挤的原因是周永康他也惹不起 李长春惹不起 温家宝他也惹不起 所以北京日报到底发表的文章是谈论改革的 还是谈论有关所谓的右派分子怎么样的 他难受对吧 他难受他只能他得找地出火去 所以找到骆家辉出火 你出什么火不成 你让人骆家辉公布财产 那意思美国官员你公布财产 你得对起大家伙 你说这话说的 你不等于抽自个嘴吗 所以我有时候想说 天国里面的官员 包括这些做新闻的主管新闻的官员 你得明白 小心 不小心的话 没事 横竖都能整着你自己 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如果这位社长你看看咱今日点击就像我解释似的 我解释的很清楚 这个薄熙来这件事 薄熙来被自己的左膀右臂王立军先生左一刀右一斧开了膛了 你今天是被你自个儿左一刀右一斧开了膛了 而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事呢 你要出火 你要出气 你要骂美国人 你骂美国人 你一定不要处击具体的事情 我给你个劝告 什么公布财产的 他们的感情是不是有二奶 这事你都不要碰 你别碰 你一碰你就死 你碰完它你死 这事中共的官员一定要听我劝 不这么办这事 因为他出了这个事之后 扭过脸来 大家伙就一块乐他 更有意思的 今天早上我看东西的时候呢 我看艾未未在吞特上呢 出了一条消息 大概是艾未未了 因为他起的名字 他没直接讲自己是艾未未了 我自己猜了 他叫魏魏魏吞特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那他讲说呢 北京日报这条消息本身很值得大嘛 就是要求公布财产 说这是不是有点曲线救国的味道 为什么呢 如果北京日报出条消息说 党和国家的官员应该公开自己的财产 他死定了 但是他要美国人公布财产 要美国驻华大使公布财产 然后招呼大家伙骂 舍身取义 大家伙一骂 就会要求中共的官员公布财产 这叫曲线救国 如果真是这样 那咱得给人数大目隔 确实委屈了自己 成全了大家伙 让大家有个机会 但确实这篇文章是对的 是错的 客观事实的 确实向这个方向在走动 BBC有篇文章 法广有篇文章 都谈到有关公布财产的问题 我们看看他们老外 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在说什么 那BBC的文章的题目是这么说的 英国媒体说 退休官员要求中共高层公布财产 这是英国的卫报 在星期五透过网站的电子版报道 三名退休中共前官员 向中共领导层发出呼吁 要求他们在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 公布个人和家人的财产 这三名官员是以前中共中央统战部 机关党委副书记马晓丽为牵头 那他直接写出来的是公开信 而且直接点题的是薄熙来这件事情 他讲说薄熙来这件事情 尤其刺激了广大的普通中共党员 不光老百姓不干了 普通的中共党员也受刺激了 那当然了党员是队伍里面的 是队伍里面的人突然意识到 我们是当兵的 人家是当官的 你拿我们去送死 目的是你享受 其实薄熙来这件事情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跟大家讲过 我说我们没见过过去 在政治局这个层面的当官的 被打下之后被这么对待 一而再再而三的 把他的丑事全都揭示出来 而且家里面的媳妇的孩子的 包括兄弟的包括哥哥的财产 都被公布出来 那我们可以感受到 如果从我自己有限的推断 我能理解到一点 中共现在最高层 没有绝对的权力人物 所以当在权力斗争当中 被打下去的这个人 必须把他的丑事 也就是说把他最肮脏的东西揭示出来 来证明打击者的正确 我相信大家能理解这个说法 否则的话 你当初毛泽东不用这 毛泽东说 刘小琪就是叛徒 内奸 公贼 完了 喝着茶 没准毛泽东正搂着女人 在游泳池里 中南海的游泳池 就是毛泽东的寝宫 游泳池里估计就是 叛徒 内奸 公贼 然后周恩来就麻令出去 然后再一看 刘小琪就叛徒 内奸 公贼 然后像我们这样就出去 拿下小旗 伟大的毛主席 又出了最新指示 最新指示 刘小琪就是叛徒 内奸 公贼 我们那呐喊的 毛泽东 主席 在中南海游泳池里面 正享受了 上下就这么点事 我相信 今天 没有毛泽东式的人物了 这样就造成了 普通的党员 就不能像我们那个叔叔 也拿起 摇旗呐喊 人家有想法 对吧 人家摇旗呐喊的时候 我跟二似的在这摇旗呐喊 你在那吃香的 喝辣的包女人 那这事不公平 所以我是这么理解了 造成 刺激了 广大 普通 中共党员 因为 广大 普通 中共党员 在摇旗呐喊的时候 他还在 为党 献中心 献出自己 整个的生命 那 党的 入党 宣誓 宣誓词 是那么说的 所以我这献出生命 你那玩命的敛财 血染的风采 流的是我的血 这个风采给你了 是不是这么个理 所以你说他能干吗 我相信他不能干 但是问题出在哪呢 出在于这个人是中共中央党校机关党委的副书记 他的官位并不小啊 他的官位是相当高的 在这个官位之上 他扭过脸来这么说 大家就能体现感受到 中共党内的体制 党员内部本身 已经怨声载道 没人喜欢这个共产党 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氛围 在他的公开信里接着讲说 我们这个党的高层 居然连这种远超于天方夜谭的 恶啊都能出 那这个党还成了什么样 这里头就说明一个概念 被披露出来的薄熙来的事件 在他的眼睛里都是天方夜谭 那也就是说中共高层 中共最高层政治局和省部级官员 这一个层面各自自己干的事 别人都不知道 在自己的氛围内干的事 别人也不知道 如果知道的话 这里就不会有天方夜谭之说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提到 还是提到那点 为什么要把周永康 一定要拿下来 把政法委书记 政法委系统做的邪恶的事 都要公布于天下呢 当公布于天下 会让所有的人失眠 瞠目结舌 很多朋友认为 他们是一体的 我说呢 是中间有差别的 差别 这个说法就见证了我的差别 闷声发大财啊 当然 今天中共的官员也很丑陋 确实非常丑陋 丑陋在什么事呢 就是说 我觉得最压克的就是 什么共享女人的 共享这个共享那个 我都想象不出来 我就觉得他不能这么干 对吧 再坏他也不能这么干 但是人家呢 那是生活 所以如果从这点上说 这位中共的高官说 自己的党的高层 居然干出这种超 远远超越于天方夜谭之说 大家就想象 共产党能存在 共产党存在一天 就是对所有中国人的侮辱一天 多存在一天 就多侮辱一天 我觉得这样的说法 对每一个人都是适用的 那文章里接着讲说 彻底铲除腐败 从党的领导机关 就应该开始扼杀腐败 已经成了 使我不待的当务之举 十八大万众瞩目 十八大开成什么样 不知道 开不开咱也不知道 说实话 如果按照这份上 按照党的规矩 十八大之前 十七大什么第五届 第六届 什么全会 开会的时候 你就把十八大 就把共产党解了 就完了 对吧 就像我们曾经看到的 重新注册就完了 我还是说那句话 已经远远超过天方夜谭了 那你还抱着共产党干嘛 共产党是什么东西 它不是东西 它不是东西 你非抱着它干嘛 给自个儿心灵安慰 安慰个什么呀 所以为什么摆脱不了 不只有是附体一样 你不想摆脱它 或者说 你根本就意识不到 说摆脱共产党 同样是中国的一种出路 你都没有这种意识了 这就是党的体制 给我们灌输之后 形成的看问题的观念 其实你摆脱共产党本身也是中国人 也是处理今天当今事物的一个办法嘛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办法更出根 大家呢 也就更痛快 老百姓心里也就更舒淡 面对今天困难的局面呢 都是共产党造成的 给你作为政府的部门来讲 也有非常明确的说法 那是共产党的体制造成的 我们今天抛弃这个体制 大家一块来 把明天过好 把今天走好 多爽呀 其实很简单的事 文章里接着讲说 这封公开信当中提到了很多内容 特别是主要有关腐败的 而且他也认为 这是薄熙来事件的一次余政 许多中国人认为 对薄熙来提出的指控 反映了广泛存在的中共高官及其家人 涉及到权力与金钱的交易问题 也就是说 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 积累了普通人 远远无法达到的财富 我觉得不是积累了 普通人远远无法达到的财富 他们是从我们普通的人身上 掠夺了本该属于我们的财富 那卫报呢 在报道当中还提到说 这封公开信上 签名的三个人 都是以主张自由政治改革而著称的 他们是前中共中央 统战部高级官员马晓利 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官员任晓斌和崔武年 组织部官员清楚今天中共党内的高官的背景资料 组织部是这个共产党本身的一个非常具有实权的这么一个部门 而这个部门的人直接讲说中共本身这一次的做法 我们看到的薄熙来的事情是远远超越于天方夜谭的这种丑陋 那也就是从内部党的中心心脏部分的人都已经意识到共产党本身的邪恶性 这是BBC的报道 那法广呢 同样对这篇呢 从不同的角度讲了一下 他的不同角度呢 主要是公布了这个美国政府官员 特别是骆家辉的财产 我们对比一下就明白了 法广这篇报道的题目叫做 18大之前民间热火朝天的财产公布呼声 文章讲说 北京市委宣传部组织世属的四大媒体痛骂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 而调门最高的是北京日报的社长梅宁华 但他即刻成为网友攻击的对象 作为响应这位梅社长要求骆家辉公布财产的这么个呼声吧 5月17号美国驻华大使的大使馆的官方博客 转载了美国国务院员工和骆家辉大使的工资一文 那文章里讲说骆家辉自从政以来 几乎每年都会按照地方或联邦政府的规定申报财产 美国政府认为自己的官员的个人的申报财产的资料 不是国家秘密 竟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 公布他自己官员的财产 不怕不识货 就怕货比货 哥们你还有做五毛的 还有说祖国伟大的 就是党国伟大的 咱不能说祖国伟大 党国伟大的 离不开共产党的人 您自个儿就是实在天也热 实在过不去的时候 弄两块冰 当然据说北京自来水 现在也不好喝了 因为北京自来水里头有避孕药 这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消息 我听了之后 我觉得真神 真是 那绝对是天朝神国 这种天朝神国 不是人呆的地方 所以你自来水还不能喝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你怎么能够 能使自己降降温 我意思就是降温了 你降温之后 你就踏踏实实看看 人们再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明白自己的 所今天所被控制的 被掌握的党的这种机构 是有多么的邪恶 多么的黑暗 我觉得这样就好办 那文章介绍比较复杂了 它是美国政府部门官员的 不同的级别 要求申报的这种情况 分得很细 他特别提到说 被总统提名或者国会审议任命的官员 工资相当于某一个程度 紧接着说 这些官员本身必须按要求 公开申报所有的自己的家长 这是他有这么样的要求了 那应该说被总统任命的 和国会审议任命的人 那都是高官了 这个高官我不知道是不是相当于 我不知道咱那级别怎么部署 大概是 我不知道怎么比 大概我们说的就是省部级的这种官员了 因为原来中国说高干的叫13级以上 13级以上算高干 8级以上 那就是大官了 那现在咱就不知道是怎么分法了 大概是政局级以上 是不是就应该公布财产 我们就这么猜了 按被公布出来的洛家辉每年的收入 年薪17.97万元 大概和113万元人民币 这是他的工资 除此之外 孩子每年可以获得3万元的上学补助 这是大概是他政府官员的高官所特享的政府补助 而且还讲说截止到2011年3月31号 他所申报的财产呢 洛家辉拥有资产23笔 那总资产额呢 大概在235万到812万元之间 这是他个人的财产 那债务有一笔 他说有一笔债 这笔借债呢 大概50万到100万美元之间 所以洛家辉是整个美国联邦政府部门当中 第六个富有的人 第六个富有的人 他满打满算 满打满算 最高812万 如果减去他最少的债务 50万的话 就是他今天拥有760万元财产 这是这个数 对吧 大家记得去年动车的时候 我还是说这话 铁道部部长一笔收贿 一个比例 10亿 一笔的贿赂 拿回扣 洛家辉得多少个洛家 10个 100个 大概100 1000个洛家辉 才能够上咱们的政府官员 铁道部部长一笔的买卖 文章呢 也挺逗 因为这是法国的这个网站嘛 法广嘛 所以他就把法国新任的这个总统的财产也给大家伙顺手的就给公布出来了 他讲说在5月11号公布的财产当中 今年57岁的新任的法国的总统奥朗德 他的财产是117万欧元 而其中大部分都是房地产 117万欧元 大家听明白了 您说他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 咱们 而且还提到说奥朗德个人的账户存款不多 一共有三个银行账户 三个银行账户 一个是4960.73欧元 另外一个508.2欧元 还有一个2790.65欧元 满打满算咱加起来 八千三个账号加起来八千欧元多一点 八千欧元多一点 看咱电视的 甭管是当初的当爹的小妹妹小哥哥 我不知道这其中有多少人到法国玩一趟 一次买东西花多少钱 兜里装的那卡一刷刷多少钱 法国总统三个银行账号加起来 八千多一点欧元 这就是他们家家的 所以大家想想 我们生活在什么一个国度里头 我们的官是什么官 我们这样的官 他能公布财产吗 反过来说 老百姓看见官 如果在这种对比之下 能不咬牙吗 他想不咬牙都不成 如果这样对比都出来之后 我相信自己的在政府部门的公务员 看着自己的省长局长的时候 砸了那个树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但是我个人感觉呢 在恨人有孝人无的 普世价值的今天国度里面 反正费凉水 费酒 咬牙 到处的找砖头 都是有可能的 而且现任的法国总统呢 自己名下没有汽车 他每天上班 是骑摩托车上班的 都给尔布 他骑摩托车上班 哥们没车 而奥朗德名下 117万的欧元的资产 主要是有三个房产 而这三个房产当中 其中两个房产 是他妈给他的 这位新任的法国总统 在成为总统之前 在巴黎的居住是租房子住的 他在巴黎没房子 当然今天他成为总统了 他可以从他 他可以跟他的那个 那个租房子 那个房东呢 估计签一个合同 说我得离开了 对不起了 我不能继续租你的房子了 我搬到爱丽舍宫去了 这就是现金的法国总统 我觉得什么都不用说了 大家就想想 今天我们生活在天朝 那是当官的天朝啊 我们说有朋友说叫屁民 你是屁民已经不错了 因为如果这样对比下来 我们连屁民恐怕都不是 我们不是这个国家的民 我们是奴隶才对 只有奴隶和奴隶主之间 才会出现这么大的差距 应该这么多说就对了 屁民那是对得起你 所以这是我想说 只有独裁的体制 如果他一天不改变 他一定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对比上一篇文章 我们可以看到 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人都意识到 共产党本身的体制必须抛弃 因为如果他的财产公布的话 大家面对的一切就是抛弃共产党体制 别无选择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未经许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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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